全身黑衣拿着盾牌 警方全副武装 要从里面的嫌犯把门打开 警方使用攻坚器具 努力想要把门撬开 但怎么使劲就是撬不开 这时里面一名富人居然出手开门 还不耐烦地大声吼了回来 警方经过两个月的埋伏跟肩 一日迟搜索票 在宜兰郊西尾路的一处民宅 当场逮捕三人贩毒集团 由于门锁撬不开 因此警方门外大声呐喊 要老夫人开门 现场还有两人正在吃饭 一时间措手不及 林姓祖先则被发现躲在厕所 三人现场被押制后移送 警方并在屋内搜出 市价超过30万元的毒品 吸止器等毒品相关事证 全难驯动我们会依违反毒品 我们要防止条例移送 一案地检查侦办 没有遇到反抗 约莫大概十来明镜 原本林姓祖先被抓时 还想把贩毒罪名一肩扛下 想要保护才新婚两个月的妻子和干妈 但在警方甄讯下 三人最终都坦诚贩毒 记者林神阳之遇一栏报道